牢記我們所失去 一望的事物並繼承下來的 不就能抬頭提供你說自己是人類了嗎? 大家好我是雅次元 十萬將至終年一零 在此先簡單的感謝各位一直以來的支持 而曾歷過期也絕對說到做到 所以今天就來談談一部我相當喜愛 同時又深受其感觸的動畫電影 《樂園追放》 Expelled from Paradise 《樂園追放》是一部2014年在日本上映的3D動畫電影 學導今日指導許願選編劇 並主要加入冬英動畫與NitroPlus合作企業化原作 《時空架構》與遙遠的未來 因為地球上爆發了名為奈美危機的事故 造成整個形成的生態環境積極凋零摧毀 因此人類捨棄於地球上的肉身 在其另外一個軌道部署了名為Diva的虛擬電子空間 並將幾乎所有人和人格數據化 存入這個虛擬空間中生活 自成進化的新人類 而繼續待在地面上的人類 則被視為被捨棄者或失敗的旧世代人類 故事其實於Diva裡冥幻安吉他的寶案關 為了調查近期頻繁的電子空間駭客如雲事故 而來到成為一片晃土的地球 於地面上堅硬的太陽人丁格一同展開 針對新駭客Frontair Sight的調查與追擊 然而事後所發現的真相 以及安吉他自身在與丁格相處的過程中所了解的真理 讓故事逐漸導向另一個可能性 這部動畫對我來說 算是製作水族的模範甚至里程碑 先不論3D和2D動畫 Sightshot的作用成本較高這影狀況而已 透過3D的技術進行動作 再加上2D守護的渲染 讓整體的動畫沒有任何一招畫面是馬虎草率的 有3D的流暢度卻不會有常出現的神隱絲版 有2D的戲劇之間的善人背景卻沒有作話粗暴的問題 讓人整體看起來的感覺就是一個爽字 同時在水爪經驗的壓制之下 一擊虛恩懸疑改以往沉重暴力的風格 讓這部作本的劇本偏向較為明快的幽默的格調 同時又著重於探討許多現實的議題或哲理思考 結局更採取開放置的架構 任憑觀眾的想像結尾之後更多的潛在事件 甚至也曾公開過續作的可能性 總之我認為於各方面來說 樂園追放都不辜負其製作戰鬥努力與觀眾的期待 是一部可圈可點的好動畫 更是動畫技術上一個相當優秀的標杆 那麼接下來來就我個人的觀點分享 我在這個作品所看到藍衣 以及其對於虛擬與現實的陳述 以下部分有來請自新開啟一迴避謝謝 我之前為什麼會一度寫不出過好文稿 是因為這部作品不但有附出個著眼點 這些著眼點又都相當深入完整 讓我很難在一直精神好好地下文成天上玩 從一個觀點銜接到另一個價值觀 不過再仔細地分析 其實就會發現導演也許想呈現的東西相當簡單明瞭 在固執設定中 DIVA空間是一個漂浮於地球外圍宇宙的巨大平台 其中囊括近9.9成人口的虛擬空間 就是現今極大多數人類們生活、娛樂、工作的場所 不過這不代表人們所能活動的空間是無居無數的 所能得到的資源是無限大的 畢竟DIVA整體還是只有一定的處理能力 因此就好比你是個可歸檔的硬碟 每個人的電腦人格都有相對應的記憶體容量 而你表現越好成就越高 你的容量限制就會低高 相對地偷懶不正義的電腦人格 就不會被翻避到記憶體 甚至如果無力上級被離他人的期待 更會有凍結歸檔奪取DIVA失明權的嚴苛處分 至於地面上的普通人類 則是困於肉體這個自古以來便存在的自然枷鎖 大部分人認為 肉體是不便利的 是對精神人格沒有溢出的容器 畢竟有了肉身便會生病 會受傷 會老死 需要抵抗各種不同的環境條件 也存在生理上的疲勞與痛楚問題 簡單來說 肉身這種東西就應該被摒棄 而前往DIVA精神的可能性便會變得無限大 讓自我無限進化 然而事實真的是無辭嗎? 在劇情中 Dingor也完全來的對話就這麼議論到了 每個人被分泌到的記憶體大小 皆被管理限制著 在DIVA中心運算資源的執行下 充足個人的自治與攻擊 為了記憶體而拼命立功 就成為了人生的全部 想過怎麼樣的生活 端看你能得到多少記憶體 當然在地球上人類不工作也會餓死 不拼命生存就看不到明天 然而不同的是 兩者對於自由這個重要職務的定義 沒錯 這就是本次的大觀點 自由 在地球上也有肉身對精神來說是 不自由是有點綁手綁腳的 然而到了DIVA 面臨的卻是整天只能想著要儲人頭地的生活 如果做不到或是早點不喜歡 可能甚至連活著的自由都沒有 去的DIVA人類就能更自由 這是電腦空間向現實事業照顧的標語 然而 雖然確實到了所謂樂園 卻是以奴隸的身份居住 因為這個樂園不是安居樂業資源負責烏托邦 而是名為社會的人造牢籠 這並不是數對數錯的問題 也非合憂合力的討論 這邊重點在於哪種才是貨真價實的自由 對一個人來說 好運花運或是諸多的不合理 那都是人生的一部分 雖然會受傷會死亡 但你不用擔心一犯錯就失去生活的自由 然而到了那未成樂園的社會監牢 你能得到什麼 能做到什麼 全依照社會的最大利益來決定 或者看見臉色的生活 一旦不被稱讚不被喜歡 那就只能坐著等次 這樣的生活哪裡自由呢 而這樣的問題搬到現實世界 你難道還要繼續過著 每天跟上次道歉 天天因為一點小職務而被罰錢罰貴 甚至剝奪行動自由的人生嗎 的確我們的社會充滿著許多的不合理 有時甚至太過殘酷 太過限縮 而我也不是要叫你不要管什麼 社會期待去放手一波幹嘛的 我想說的是 自由這種東西是因而異的 但絕不是他人能夠幫你決定的 也許那象徵行動上 做事上的生活範圍自由 也許那代表競爭層面上思考方式的自由 也許那表示 不用在意他人眼光 隨心所欲放手去做自由 你可以身處社會 但絕不要依賴於社會 因為一旦他幫你靠上了腳樓 你便一輩子都是人造空間的奴隸 你可以不受大眾利益規範 但絕不要輕易拋棄人格的良心面 因為一旦太過於無助之術 那便是自尋人生沒落的起始 自由 從古之經皆是一個得來不易的抽象事物 仔細想想對自己來說什麼才叫自由 並且努力的付出實行去得到真正的自由 那才是一個真正多才多姿 自由自在的人生 願各位脫離各自身處的腦籠與枷鎖 看清虛擬的假象與踏實的現世 追尋真正自由又有意義的人生 樂園追訪 此面上或許是件壞事 不過好好想想 岂不是好食衣裝嗎? 最後我想聊聊 劇中自我進化的人工智慧 Frontier Sector對自我存在的定義 也就是所謂人類 說實話 整部動畫最讓我感動的 並不是對自由的描述 而是針對自我存在去證明的行動 雖然一開始只是為了開拓人類的可能性 宇宙移民計畫一環的AI 到後來還為D.Va這樣虛擬空間的發展而計畫被遺棄 然而數百年來 這位AI依舊貫徹人意之道的堅守著自己當初該做的事 因為這就是它所有的存在價值與目的 它並不是去試圖消滅D.Va或戰利地球 而是整招志願者一同前往宇宙的更深處探索 人類的定義是模糊的 到了未來可能不管是機械 肉身衣 或是網路儀式 都可以自成為人類 而對Fronter Setter來說 它牢記人類所失去 以往事物並提升下來 不忘自己的存在意義 並不斷尋找更進一步的價值 那不就是人類最棒的表現了嗎 你會在旅途上遇到什麼人 就大方你說自己是人類的墨益吧 我們人類是為了什麼而存在 中學時期我常常有空就思考這個問題 然而不管怎麼想都沒有足夠正確的答案 生活人我們都曾流過淚水感受過痛楚 但也因此喚醒了堅強 邁進其前往充滿未知的旅途 為何而存在 我想這不再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而是深刻的了解 我們是存在的 這份存在的價值無需言語來編輯 也不需他人來認可 我們就像荒野中綻放的希望之花 不管身處何處 我們都擁有記憶擁有靈魂 擁有永不凋謝的心靈 這就是我們存在的證明 便是身為人類的價值所在 人就算橫越失控跨越生命 這永不完結的悠久詩歌和物語的序章 依舊會繼續描繪下去 今天的點評就到這邊 希望各位喜歡 也十分歡迎在底下留言你的感想喔 另外如果想看到更多ACG的相關影片的話 那也別忘記要訂閱一下我的頻道喔 我是雅刺雲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